你好我是廖超级 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跟天气气候相关的课题 是的刚才那个评论员一直说 这次的大选天气比较凉 选情比较冷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水灾的问题 为什么今年水灾的问题特别得到关注 因为我们也遭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而现在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的大会正在召开 在埃及召开 是从11月6号一直到18号 联合国举办的第27届气候峰会 它的英文缩写是COP27 那今年当然非常特别 因为包括我们改国际新闻有报道的 巴基斯坦的大洪灾所造成的影响 还有今年因为俄乌战争 然后也大家特然发现到粮食危机 这么严肃的课题等等 也使得大家都重新再关注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气候危机 以及这个气候峰会可以做什么 那这次呢 首先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改变 过去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来谈这个穷国受到的灾害 尤其是被这些碳排放国所谓的大国争取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以后 造成了这个气候的变化以及温室效应 好久没有提到这个字了 温室效应 但是一直都在发生 对这个是我们上个世纪一直在提的 好像大家都觉得好像温室效应就有点像是温室小花 好像都已经不把它当成是一个负面名词了 但是很明显的 当这些气候被破坏以后 雨林被开发以后等等等等 他所遭受到的这个恶国 往往在我们这些落后国家 中下就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低收入国家 或者是还在发展的国家 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恢复的 因此呢 过去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呼声 要谈到说要让这些富国来赔偿 这些穷国 因为这些气候所造成的影响 过去呢 这些议案呢 都很快就被这些大国给 就是默默的把它扫到那个地摊上 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有一点点尴尬 有一点难做 比如说你开了一个先例以后 那接下来是不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情况呢 都可以向你征求这个赔偿呢 但是这一次呢 就首先呢 尤其是这个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的这个案子 就是让世界各国都发现到 就是有点像是说不能够不去处理 因此呢 第一次就把这个损害和赔偿 和这个伤害相关 赔偿相关的这个议案呢 就列入到这个正式的议案里面 就在大概会有两周的时间 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结案 或者是结论 但是可以预期在差不多在一周后 将会对于这个富裕国家是否同意赔偿 赔偿多少 然后是哪一些项目可以做赔偿 我相信会有一些很关键是很关键性的 而且是划时代的一些决定了 那今年的主题呢 是关注在这个调试与农业 他的整个大会开起来是非常的热闹 除了这个各国的代表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边像是做这样的一个展会 展会里面就有各国都会根据他们 就是因为气候变化 极端气候下农业该如何去继续的产生出粮食 做出一些科技上的一些展演 这次联合国的秘书长 特别也呼吁要打造一个全球气候预警系统 希望借由这个预警系统能够预警的 就包括风暴洪水台风等等 但是因为它这是属于全球的 这样的一个预警系统 那当然就要用到钱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又像各国 希望各国能够分摊相关的经费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与此同时又重新提到了 对抗所谓的气候变迁 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 尤其是中国和美国 但我们也知道 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气候问题上 本来都合作的非常的密切 也非常的多 但是碍于中美对峙之外 以及最近的一次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佩洛西访台以后 其实两边的气候合作 其实已经慢慢的 静静的已经停止了 那这个当然从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角力而言 我们是可以明白的 可是对于这个气候的合作 大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气候课题就很难分你跟我 可是当你要大家出钱的时候 往往都会是相当尴尬的 第一是出钱的问题 第二当然就是说大国要表态 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大国不表态的话 尤其这种碳排放大国没有表态的话 那其他的国家就觉得说 我们的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你的阶段 凭什么限制我们的碳的排放呢 是我们还需要发展等等 而且可能大家当大家一算的话就发现 你们大国的碳排放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 所以那个责任似乎应该是你们来担 对吧 你们是已经发展了 然后享受了发展的红利 我们来承受那个后果 所以这次我觉得最关键的 就是还是那个赔偿的问题 希望这次的这个大会呢 能够有一些就是具体的方案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也有点像是回应到全球正义这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我们都知道产业链的那个转移 很多时候呢 都会造成资源上的剥夺 以及重新分配的那个不公益 那可能要需要借由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离合国也才能发挥它的正常的功能 你觉得在特别是疫情下来 大家对于环保的课题 是更加的热烈的还是冷却了呢 其实我觉得疫情下呢 让大家也重新意识到农业与我们的那个距离 其实很近 过去当然我们说在城市里面生活 我们马来西亚还好 其实我们的城乡距离没有那么的明确 就没有那么的分的 没有那么的远 对而且比如说我们家家户户里面 都会有一两位绿手指 可能爸爸妈妈都 反正对他们家里有什么土地 他都想要善用一下 而且都有这样的一种热情 说不会种也要学种 他都想要种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是还没有像高度发达国家的那种城市 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的例子 在一些大型城市里面 疫情下发现到 基本上就没有生鲜蔬果能够轻易的获得的了 但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我国还是得到很大的重视 其实各地方政府联邦政府都一直有鼓励 就是城市要推行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水耕阀 或者甚至没有听说过鱼水耕阀 就用水耕阀的方式里面还养鱼 然后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我们的比较关注的议题 是可持续发展 其实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宣言 其实现在在中小学都已经算是一个重要的课纲之一了 但是我们谈着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呢 还停留在口号 还停留在一些PPT的展演 还没有就是落实到社区 还没有落实到学校 比如说 还是比较概念性 对很概念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其他国家谈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呢 他们是直接让小学中学呢 就和附近的河川 耕种地 这种随土保值 直接有这种户外教学 甚至呢也重新再谈这个垃圾分类 这些等等的课题 就希望呢 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 我们常说的那种就是一次性的消费品 当我们用这种一次性的消费品 去消费大地的时候呢 大地的反反扑是非常的激烈的 所以在环保的这个课题上 国家有国家的责任 我们每个人民也有自己可以做的事